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你要了解啊 法是对称的啊 我们说无痴 愚痴它的对称就是智慧 黑暗的对称就是光明 所以他讲说 其无痴本不生慧本啊 如果你没有一个愚痴的感受 各位,你怎么会生起一个智慧的认知 对不对 你如果说各位,你要了解啊 你有执着愚痴,你才需要智慧嘛 对不对 你要需要智慧来对称你的愚痴啊 那如果说你没有愚痴 你还会需要智慧吗 各位,是不是这样 你有了解吗 你有就是有愚痴 你需要递费来给你断断你的愚痴嘛 你如果没有愚痴的时候 你已经贪嗔痴煩恼都没有了 你还需要智慧来断除你的贪嗔痴嘛 不用了啊 因为你没有贪嗔痴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已经有智慧了啊 你还需要说 特别说 哎呀,我要去求贪嗔痴 那个智慧来断除我的贪嗔痴 各位,不用急了啦 为什么 你没有吃的时候就已经有智慧了 你了解吗 所以他讲说 其无痴行 也就没有吃当下就是智慧了啦 也就不会生起一个智慧的追求 也不会生起一个智慧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没有吃当下就是智慧了啦 各位,这样你了解吗 没有吃当下就是智慧 所以不用需要再说 啊,再去 所以他才会讲说 其无吃本不生惠敏 就是不需要再往外去追求了 因为你本来就清真啊 你本来就没烦恼啊 就没妇气啊 你手臂再去生一个智慧出来 对不对 你就需要去比较吗 没需要嘛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先来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答案与众生结果成佛道 阿弥陀佛 平东索恩寺 始建十方法界 四胜六番万元土地水路大法会 日期12月3日至12月9日 于平东索恩寺 报名电话 087795568 7795148 欢迎有位参加 阿弥陀佛 各位记事大德 大家好 我彌陀佛 葛恩寺第三期的工程 彌陀佛殿正在建设当中 对于一个修学进途法门的寻者来说 如何成就上品上升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而发心固持彌陀佛殿的建设 其实就是彌陀经里面所说的 成就善根福德因缘 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料 所以彌陀在此呼吁 所有修学进途法门的行者们 大家一起来发心不持彌陀佛殿的建设 会早成活到广极更殊胜的因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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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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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